醬香燉乳肉 其實這個焢肉就是也是 從小我最喜歡的一道家庭菜 是因為採訪的關係 拍了一個媽媽 那她本身就很會做這個焢肉 她就教來一些方式 我自己後來要再藉由一些網路的食譜 然後去把它整理過後 才是今天這個醬香燉乳肉 只要煮上一鍋 你就是可以吃上好幾天 然後很方便也很好吃 其實這個肉肉肉只要注意兩個步驟就好了 首先我們要先把這個 三層肉先煎過 因為先煎過除了第一個就是讓它定型之外呢 還有就是說讓它有一個那個焦糖色會比較好看 那重點是我們不用放了油 你看我今天一滴油都沒有放 因為我們利用豬本身的油脂 它的那個豬油已經開始在慢慢煸出來 我們就是主要把它煎到有點金黃色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另外一個鍋裡 我簡單就準備了 蒜頭 紅蔥頭 然後薑 然後一點花椒 然後跟八角 還有蔥 就稍微都爆炒一下 直接 都給它放下來 然後慢慢等到這個香氣都出來之後呢 我們這時候再下我們的調味料 放醬油 然後再放一點醬油膏 那我會放醬油跟醬油膏的原因是因為 醬油有時候它顏色沒有那麼好上色 那加一點醬油膏就是它會讓這個滷肉的這個醬色會比較好看 我們放一些球 還有冰糖 然後我們就稍微呢讓這個東西給它滾一下 最多也都不要放水喔 你只要記得這兩個步驟先煎肉 那我們再利用剩下油脂來炒這些辛香料然後跟醬料 第三個就是你的那個油豆腐跟豆干記得先冷凍過 那我自己是喜歡鳥蛋嘛 所以我還會再加一點鹽醇蛋 一樣都把它放進來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個 現在這個醬子已經開始滾了之後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全部把它倒進來 水要這時候再加 跟食材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鍋蓋蓋起來 中小火然後燉個一個小時 經過了這個一個小時的燉煮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醬香燉滷肉已經好了 開鍋 這就是我們的醬香燉滷肉 一起吃飯吧 這就是我為你做的醬香燉滷肉 它這個 油豆腐就是非常的入味 然後還有包括豆干也是 就是我們的豆干 你看 它也是這樣 然後再淋上點滷汁 然後配上這個Q的這個肥肉 然後我們就直接可以剋掉 這就是 我為你做的醬香燉滷肉 一起吃飯吧